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BahaTV掌機 主機遊戲,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意見 其實是廢片來的,但為什麼要推出呢?因為我不可以讓我的頻道荒廢太多日 太多日沒有影片推出 大家可以當作平常談,不敢聽或者看看我對不同遊戲的評價 有些人可能會說為什麼不手機,因為手機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已經飽和了,我已經吃飽了,我覺得手機遊戲已經沒什麼值得說 我不知道你們,我現在甚至沒有一隻主要玩的手機遊戲,是沒有了 以前都叫一隻怪蛋,現在真的 碧蘭幻想我就不當它是手機遊戲,我當它是網頁遊戲 因為我用電腦玩,我未試過用手機玩不用 所以就是,近幾年可能大家都玩回主機或者PC,我自己也是 所以就看這個吧 你看我這裡瀏覽,最近瀏覽了可以看到 為什麼要看Crash River呢?因為它剛好五周年,我有時登入看看有什麼東西送 但都是不會玩的,OK?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主機的第一位,就是最後生還者 無論是贊還是坦,但它的人氣度,討論熱度 即使你罵他,你也會多貼貼,所以去排第一吧 我必須承認這個遊戲的評價,其實不可以用兩極的 兩極的意思是有彈有讚 但實際上就算我自己在內,都是覺得這個遊戲 如果它不是續作,它合格 但如果它是續作的話,我覺得這個遊戲不合格 這個詳細我不評論了,因為很容易引戰 所以這個遊戲排第一,就不要以為一定是正面 這個基本上可能是負面的 如果這個很快,本來想出片講大廢話 如果你玩了第一代,到底應不應該玩第二代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不是太過 執著要追求後續的話 其實我自己建議 你當一代的結局算了 這樣會好一點,有時候有些情況有沒有後悔看 有部電影的續集,或者有部電視劇的續集 到底有沒有後悔看 例如《權力與遊戲最後一季》 你是不是寧願沒有看過呢? 真的會有這個情況 我個人建議,作為一代的粉絲,我就不太想知道二代的故事 第二,是《動物心誘惠》 這些遊戲你也預算是長期的 這個是持久力的驚人 但是會不會入坑? 其實要入坑你自己也入坑了 我自己玩過其實不算太適合我玩 因為它太和平 太可愛了 我自己比較喜歡戰鬥類的競爭 第三位我們也經常會看 就是這個PS4的專欄 即是專門版 專版 這個有空會看看是甚麼新遊戲 Swatch我都會有看 Swatch還是Watt? 我忘記怎麼讀 NS我都會看 你看我剛剛看了這個《幻想大陸戰記》 其實看這個應該不是太適合我玩的那種類型 我一般地說好戰棋 因為它那種玩法是一個指揮官帶幾隻怪物那種戰棋 我就不喜歡 所以就Pass了 其實我之前另外有留意一隻就是這個《九龍妖魔學園》 那隻我有點想玩的 但是 我發覺是沒有網上下載的 那免得力場遊戲又說好像沒有這隻 就算了 結果不玩了 但是最近這幾天看回我發覺又有回到 香港地區有回到《九龍妖魔學園》的下載 但是現在好像又不太想玩了 現在寶可夢我沒有玩了 不過《獵人》也不錯的 他持久力好我都開心因為我喜歡這個遊戲 那如果再有更大型的更新 如果有戰友是提提我 提我回來玩 因為我不是經常看這個版本 我基本上不看 所以如果真的有新的 那麻煩觀眾提提我 《GTA》一向沒有玩任何了 這個《Division》 《Division》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一代二代的更新 Ubi的更新是一般的 我自己覺得越跟越差 那就算了 P5S呢 出片之時應該是白金了 我史上只是白金的兩隻遊戲 第一隻叫隻狼 第二隻叫P5S 所以我對這遊戲的評價是 FANS來說我對他的評價有九分 FANS來說 如果你本身沒有玩過正傳 那你可以不用買的 因為他的故事一定是看不明白的 他直接是延續正傳的結局 所以你可以當他是一個後日談 我覺得 FANS來說絕對是非常非常滿意的 但如果你不是FANS你可以不用理的 好了遊戲王體力PASS 印王 二代我覺得OK 一代和二代的感覺就是 爆機一次是OK的 爆完機我就不想再拆了 我就沒什麼興趣拆裝了 NBA沒有玩 Dart Soul這些也是持久力久不衰的 即是無論Dart Soul第3 或者Bugbron 即是這兩隻遊戲都會有人討論 以及Dart Soul1的remark版都會有人討論 今時今日都還有人問Bugbron的問題 或者Dart Soul3 如果遊戲就是 Dart Soul3和Bugbron是適合一些 偶爾拿回 可能隔了兩年玩 便會有一番樂趣 MapMap7 大家都在等第二集 應該是 我們 我自己很期望 不知等到什麼時候 我幻想大陸戰記 剛才說了 這個二度神劍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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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最喜歡第二代 第一代我自己都不錯 兩種感覺 但我真的超喜歡第二代 到現在都很喜歡第二代 我強烈建議如果你喜歡RPG的朋友 RPG的朋友 其實我建議你直接玩第二代 如果你一玩就玩第一代 就是二度神劍第一代 我怕你接受不了 我真的誠心建議 邊緣禁地 最近我更新的版本 但沒有玩到 最近我玩遊戲很廣告 我不是說這個遊戲不好玩 但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感覺 我每次想玩的時候 熱潮過了 很慘 我問人有沒有什麼裝備可以給我的時候 每個人都沒有玩 看看遲些怎樣 因為我正在玩POE 試一下信條 其不期待呢 一般 因為對上那隻 其實你看到我都差不多玩了 玩得很厲害 對上那隻是 奧德塞 那隻我挺喜歡 因為女人做主角 那隻我是玩到 我打了所有海 打了所有隱藏人 我自己挺喜歡 但是不是很期待我 我真的不是很期待 因為UB這些東西 我真的不太期待 聖劍傳說 玩了 Bowl Hustle 3 其實評價都很差 即是出道來 但如果你玩電腦版 你可以做一些Mod 都可以 別一番情趣 即是做一些法拉 替花那些 替花件衣服 或者其他 血性時刻 即是Corp Duty 說到中文 我到現在都要想 是什麼遊戲 反而你說英文 我就可能知道 Corp Duty Corp Duty 人中之龍第七代 我自己評價過 是一個不錯的轉變 因為本身是動作 改了RPG 但我覺得是悶的 以一隻RPG來說 但我覺得 Sega一直都大膽轉變 有這個創新是好的 相反就是英大戰 由一個 戰棋Game 改造一個 Action Game 但非常失敗 希望他們下集再改善 一人大戰 手機版 據我所知 是很臭 應該沒有人玩的 家用版 更加沒有人期待 對嗎 勇者鬥惡龍系列 正傳我就沒有玩 即是有一個新配音版 另一個創世小玩家 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歡玩 即是一個類似Minecraft 我自己就沒有玩 盜察之海 最近香港的No.1 不知道是不是No.1 就當是 No.1的YouTuber 很喜歡玩 但我就沒有興趣 PlayStation 5的專題 其實你進去看了一些 只是看了一些構思 暫時都沒有什麼實質的東西看 可能最多人看的是2077那隻 但我不用上去看 我想上youtube看就行了 薩爾達傳說 其實如果你想抗野知識有續集 就不是短時間內有的 你不如期待一隻原神好過 其他作例如夢之島之類我就不知道 我試一對薩爾達抗野知識的評價是 我想評高點分 但奈何他的玩法我不喜歡 薩爾達傳說是你會感受到的遊戲很有誠意 很有創意 還有畫面 Switch的機能都可以做到這麼漂亮 但奈何他的育成系統我不太喜歡 所以就很難比高 在我的角度來說是8.5-9 雖然9分高但這個9分是給面子的9分 這個命運Distee 我曾經有一晚有一剎賴是想玩的 但幸好我壓制了自己的衝動 最終都沒有玩 差不多講完吧 都講到30了 Red Dead Redemption 2 我這個遊戲是不喜歡的 直接講第二檔我不喜歡 那個 節奏等等 故事等等 其實我不喜歡 有人說故事為何都不喜歡呢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因為由頭到尾阿塞要聽一個弱智的 Leader 但你又沒有選擇 學那些人說 The Night or Us 最後生還者 為什麼不能選擇 Read Dead Redemption 就是不能選擇 你明知道那個首領是低能的 那些命運Distee 每次都糟糕 但你又沒有辦法不執行 阿塞也是一個服從他 服從Frada的一個很有義氣的人 你玩到後面就越玩越敏 明知道那個 那個人是弱智 你都要堅持 你這個計劃是低能爆炸 你都真的搶劫 搶劫那個站 總之這遊戲我真的很不喜歡 加上節奏很慢 而且嚴格來說是騎馬模擬器 整體來說極度不喜歡 這遊戲真的評價了兩極 Online版我覺得是垃圾 不用討論 木場物異無玩 泡泡堂引箭 好像有些人很喜歡玩 但我自己對這個 沒什麼興趣 我自己對這遊戲就沒什麼大興趣 好像免費的 有興趣就自己試一下 Prisimus Online 這是我從小玩到大的RPG 當年 我最早期在世間五代玩的RPG版 後期他推出了DC的時候 出了Online版變動作遊戲 之後他在電腦推出Online版 其實我有玩過 我當時也有重貨 重貨金 因為我要抽榮莊 羅莉控的秘愛 因為他在這裡是死褲水 我當時抽了很多錢 但這段黑歷史沒什麼人知道 現在當然沒玩很久了 XBOX 這個也有專題 好東西 機動戰士擊戰任務 這個Operation 這個沒興趣 隻狼 相對Dark Soul來說 很明顯 隻狼的討論性 是沒那麼高的 如果你有玩過Dark Soul Budborne 和隻狼三種 你就會知道 其實隻狼的系統 是最簡陋的 但是他的變化比較大 但玩法上 你玩得多 我知隻狼很悶 冰冰冰冰冰冰 即是 其實不夠Dark Soul 和Budborne好玩 我覺得最好玩是Budborne 一定是公認的 公認最好玩 但血緣詛咒 原來不是 Dark Soul 同一個專版 我現在才知道 但血緣詛咒 有些人說 什麼時候出續集呢 這個就關乎現實層面 我覺得就難了 因為他的版權 就不是在 那間公司 好像不是神公 哇 公奇英吉 我忘記了 即不是在那間公司 他的版權持有人 是Sony 所以其實 你說這隻遊戲 有續集的可能性 有 但就 要談很多事 相對之下 如果我是Dark Soul 那間公司 我寧願開 新的IP 好 好像現在說 這個 Numan Soul Remake Remake 還是Remake 經常分不了 即是同製版 那隻我未玩過 我都期待 因為小時候 沒機會玩 這是什麼 不懂 小血代碼說 這款遊戲 為何只能生存 第一排是41 血咒之城 之前有DLC 但我沒有玩 現在有一個新的 新的 新的版本 但他的遊戲 模式有點改變 又不可能是模式 他都是2D橫向 但變成紅白機 畫方 我真的覺得很白癡 他們的遊戲 那邊就說 是因為懷舊懷在老尾 你要懷舊 你就拿完下 上曲的畫面 都懷舊的 但你很久不拿到紅白機 那些 16bit 兩種顏色 幾種顏色 然後那些格子人 我看見真的不想玩 老實說 畫面 我覺得不用說很漂亮 但你不可以太過份 有時候有些東西 不是懷舊 大小 沒錢就沒錢 做不到 越太夜想曲的 有多難做 那些介面 PSP 即是PS1 那些畫面 說真的 我就很失望 我到時看看怎樣 聖火 寒波6 撇除偏見 大家知道我有玩 平常台有出過 我就不太建議你玩 主要是故事 看回評價 系統其實也不太 我會覺得很一般 有些人說很正 連擊系統很正 打十九十九幾下 你玩得很久會覺得很悶 一開始可能覺得很爽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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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玩得很久會覺得很好 每次都是這樣 你都快進了 而且這遊戲的死穴是故事 我和你講故事悶得你飛起 一開始你會覺得很有新意 即是他們是做偶像 即是用這些偶像力 歌聲 跳舞 表演 演戲 就是 打人 但你後期發覺整個故事根本是弱智 所以我極度不建議你玩 蒼南雷亭 這隻是類似洛克人的 我曾經有一剎那想玩 但最後壓止了我的興趣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沒有玩過洛克人 是沒有玩過 不是沒有興趣 不是沒有興趣 我簡直沒有玩過洛克人 所以我就更加不對勁 龍速交易玩到第一代 但玩到大約三分之二的時候棄了遊戲 為什麼呢 因為我當時沒有看攻略 但後期我看攻略發覺 一開始 你漏了某幾個Mission 後面的Mission是做不到的 所以一路之下就棄了 我到現在 你可以當作怎麼說 是一隻日本仔製的開放世界遊戲 我們平線期待了 我真的很期待第二集 這遊戲我對他的評價是高的 如果你沒有玩過第一代 現在玩都可以 他的畫面仍然很棒 還有世界觀都可以 女主角雖然不漂亮 但也算是挺可愛的 這個女主角是不漂亮的 但我覺得是不錯的 所以我期待第二集 時空環境呢 這隻新作其實我是有少許興趣的 我就比較膚淺的 因為他的畫面很漂亮 和人設都OK 我自己 不過這個系列已經很臭了 那些馬場英雄 搞震 然後又搞了那些 真正的中間 事實上我一向都不太喜歡這個 時空環境系列 但這次他的玩法有少許改變 我就有點興趣 八方女友不想再說 我已經不想再說 即是喜歡就會很喜歡 你不喜歡就會很不喜歡 而我是屬於不喜歡那種 但我爆了機打完隱藏BOSS 完美封碟 但我玩完之後 我還是看他講 我不喜歡這遊戲 主要是故事太低能 好了 而且他根本是 我覺得是詐騙 你是八方女人 你以為是八個主角互相交錯 但你玩到我發覺 原來八個主角 必踩到我 但你發覺原來八個主角 是各有各閒的 根本 那些故事 其他主角是不會影響到的 很白癡 你玩過就知道 但有些人喜歡 也會很喜歡 我不知為什麼 生死格鬥沒有玩 小時候 十槍年代有買了一隻翻版 回來試試一下 特意用女角按腳掣 看看是否有底褲 大家小時候也試過 但愿論破這遊戲 我已經不會再有任何期待 對於他的續作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我的波羅 才有結果 很低能 我已經對這遊戲 對這系列死心了 底大律其實我自己不喜歡 很多人說是神作 什麼什麼 你論什麼 浪費氣 這遊戲的故事 其實本身有更多東西可以探討 但他太過留意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頭開得很雲大 但你發覺他討論你的東西 原來很細微 未去到很有人性的討論 所以我這隻我是比不合格的 加上當時我是玩第一版 我不知道之後他有沒有改 我投訴過 當時你看看直播 我就說 如果你想重玩某一個G節的時候 你要從頭看劇情不能飛 但你要知道這個遊戲有很多G選擇 如果你想看不同的故事 你想看A的 想看D的結局 但你又要 你發覺原來要在A 從頭看過 可能要玩一個小時才可以 再看結局 看那個選擇 我覺得很白癡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避免 腹腦之刀 沒有玩過 Powl 由於我沒有Export的關係 我都沒有玩過 魔龍寶冠 其實我玩的最多是PSV的年代 當時我可以體驗到 跟網上一起玩的快感 就算當時我用Bartmatch上網 都可以跟人一起連機 我小時候很喜歡玩這個遊戲 當時我最喜歡亞馬遜 因為我 我忘記怎麼玩這個遊戲 好像是跑到屁股撞人的那一刻 其實挺厲害 而且這個遊戲 我覺得其實 也不錯 以2D環向的合作來說 我覺得是不錯 加上它有育成模式 已經不想再說了 完了 完了 我們先趕著這麼多 這樣趕下去 無止盡 順便會這樣趕下去 因為每個遊戲 就算沒有玩過 我都可以趕到 這樣趕到不是老 如果有興趣 我們下次再拍這些類型 拜拜 拜拜